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看的经段在铁赛龙家后书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 一起祷告 主上帝求你今次来开我们的眼 开我们的耳 开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话语中 让我们学习的教训 向你献上祈求 祷告奉主是名 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们特别来看一到三节 弟兄们 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我劝你们 无论有灵 有言语 有冒我的名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显露出来 如果大家有印象 过去有讲那种弟兄们 就是再次呼唤 一方面表达那个亲密关心 一方面 吸引大家注意 听吧 然后这边讲到说 主耶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论到就是 关于这件事情 你们要听好 然后主耶稣 他会在 在临的时候 那时候情况 要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们会 跟神聚集 最后审判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聚在一起 然后就劝 劝他们 什么事情 有灵的 有言语的 有各样各样的 好 到 诶 我们好像也有那样感受 在末日快到的时候 开始就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然后讲 诶 主要再来 或是如何如何 好 但是这边讲到说 诶 有灵的 灵 我们好像也可以知道 除了圣灵之外 好像也有一些 诶 其他的灵 灵界 属灵空中 这些掌权的 不是只有上帝 还有魔鬼撒旦也在动工 甚至有些荒谬的 欺骗的各样的灵 所以我们需要去分辨 需要去试验 了解到底是什么 然后关于基督的再来 好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说法 但是 嗯 圣经当中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就说 就是那一天 所以如果真的有人这样说 就是那一天 主要再来的时候 我们反而要更加的精醒 好 嗯 关于各式各样的说法 我们就是要去明辨 去想 去查验 去思考 到底有没有符合圣经真理 好 所以就是 在铁商人家前说 特别是五章 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们可以再好好去思想 然后 或者是连那些 诶 很动听的话语 好 好像很吸引人的话语 我们都要很谨慎 好 不要一听就 诶 就被带着走了 好 然后 嗯 特别 在其实今天要读的经论当中 邀请大家 可以再花时间好好看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不要被诱惑 那些 离经 反 反教的事情 或者是 这边有讲到那大罪人 成人之子 都要显露出来 那些 不法的人 他们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但是 好 好奇怪 可能 讲到 有一些是预言类的 然后大家一听 就会 就赶快跟着走了 反而就偏离了 主的道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反而是用更警醒的心 回到神的话语 圣经真理当中 去明片 去思想 当然我们要谨慎 谨慎的心 但是 不要谁说了什么 就被拉着走 就去 去到 旁边去了 所以求神 亲自 教导我们 特别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在 最近有很多新奇的 可能是新兴宗教 或者是类基督教 不断想要把人拉走 可能全能神教会啊 这些 如果我们不好好 来读神的话 也不好好 专注在神的心意上 可能 那些听起来 哇 好像有道理 哇 就把我们真的拉 拉去不知道哪里 甚至 就走上沉沦 愿望的度了 我们现在祷告 这样主上地球 亲自 食恩怜悯 帮助我们 真的能够有智慧去 命变 让我们更深刻的 明白 主你的话语 主你的心意 主你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不至于 听到别人说 或者是受到迷惑 就远离 主你的真道 我们向献上 祈求 祷告 奉主尊名 阿们 祝福 祝福